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很多家长考虑到把小朋友送到加拿大来读书 送到海外去读书 更多的也是希望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那么加拿大本身社区服务各个方面都比较安全 那么第三呢 社会的医疗也非常之好 那么在留学之后 那么加拿大还有一套移民的系统 所以说很多家长也会把加拿大作为一个留学的首选 因为花了很多钱出来了读书 那么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这段时间的成长 学习能够适应到这个海外的生活当中去 能够工作以及生活 所以说现在目前加拿大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加拿大来读书 是 所以呢 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 是看到了加拿大的这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了 就纷纷到我们加拿大来留学和读书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外 不光是我们中国的留学生 国外留学生涌到加拿大来留学的话 我想问一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质量 还能不能保证 加拿大总体来讲的教学的质量呢 基础教育非常非常优秀 也就是说在12年级以下的基础教育 是受到全世界所享遇全世界的 可以这样子讲 那么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大专以上院校 比如college跟university以及master 那么大多数的学校 比如像多大 约克大学 这些学校都是以功力为主 私利为辅 所以说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是 我个人认为相对比较保守 但是非常稳健 所以说教学质量应该来讲 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享有盛名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加拿大 就是选择我们加拿大留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对对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也是有跟大家来提到 就是逐年是这个留学 逐年是呈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高中生 初中生乃至小学 都来选择到我们加拿大来读书 那我想问一下 目前的这个趋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目前应该来说会越来越多的低龄化的学生会选择加拿大 为什么这样子来说呢 首先呢 像我刚才也说了 基础教育在加拿大来讲是比较受重视的 以及非常之优秀的在全世界而言 那么同样因为现在呢 从2014年开始 加拿大的留学签证越来越 开放度是越来越高 相对于10年前而言 那么10年前加拿大相对来讲比较封闭一些 并不是你想有足够的金钱 或者足够的金钱你就可以出得来的 因为相对它的政策而言 那么现在呢 14年之后乃至15年 中美对不起 中加两国呢 在旅游签证实施了10年的这种 对中国的旅游者实施了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 那么留学签证同样的也是开放度越来越高 所以这就造就了很多家长 那么他在中国有很多学生上的是国际学校 那么家长就觉得 那不如我把我的小孩子送到加拿大 同样的一样的也是受到西方的文化教育 感觉上来到加拿大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从签证的政策而言呢 从开放度而言呢 那么小龄化越来越是一个趋势 未来应该来讲更是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我知道北美的这个教育 是有这样公校和私校这样的两大类的学校 那么很多的家长也是在选择给孩子选择学校这方面 有这样的困惑 到底我是选择公校合适还是私校合适 所以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建议 实质上呢 加拿大公校和私校呢 占一个中立的立场来讲 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公立学校肯定有公立学校的优点 那么私立学校呢 当然也有私立学校的特点 在加拿大呢 公立学校可以这样子来说 如果您的孩子比较低龄化一点 譬如处在13岁到15岁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送他到公立学校去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13到15岁 小孩子的心智算是正在一个发展的阶段 那么13岁到15岁慢慢的成长的阶段 如果他可以上到公校的话呢 可以很好的跟当地的学生融入到一起去 更好的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譬如这边的小孩子在课余时间 经常去做一些volunteer的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可能相比较在 中国不是那么多可以发生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 如果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 其实是比较鼓励去到公立学校的 更好的去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呀 社会里面去 那么私立学校的特点呢 在这边呢 学习也是蛮紧张的 那么他们的课外活动呢 私立学 传统的私立学校的课外活动 也是蛮多的 那么根据家长不同的需求呢 我们基本上会 根据家长 根据家庭不同的需求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推荐和建议 公校和私校 理论上来讲 我们都是觉得在加拿大非常不错的 还是要看这个孩子 以及家庭的这种实际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那很多的家长也是啊 现在就是说这个比较纠结于到底是什么时间段 孩子的哪一个成长阶段把它送出去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孩子留学 出国留学的这个年龄段阶段方面 有没有一些建议 当然了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子想的 孩子年龄越小 那么他的语言的领悟能力会是越快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从亲治上面来讲呢 12岁的话 那么在中国应该是刚上完小学 对 初中生来的话呢 如果说这边家长有亲戚或者朋友的话 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也要考虑到住宿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等等等等 以及心理 对发展的问题 没错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那么普遍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送出来的年龄段 应该是15到18岁这个样子 大概是上高一开始 对 那么他既可以有这个时间去锻炼一下他的英文 毕竟来到这边学习会更快 因为有语言的环境 那么同时呢 心理上也比较成熟一些 对 为人处事各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把持住自己 那么安全各个方面都可以有一定的保障 所以说15岁到18岁也不算很晚 对 当然了这个也要根据每个家庭的状况而言 对 因为还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19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么是需要在当地有监护人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家长也是不容易忽视的 是 好 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加拿大留学非常的火爆 对 不管是这个高中生啊 大学生啊 乃至于现在这个初中生小学生 都是我们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还有这个同样呢 也是困惑比较多 问题比较多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麦肯咨询的教育中心 能给我们这些家长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呢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公司是加拿大持牌的移民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合法的去代理 每一位申请人向加拿大移民局进行沟通 所以说呢 从海外的客户而言呢 我们可以从包括我们的服务有 从帮助您申请学校 无论公校私校 那么帮您制作签证 那么以及后续的 您来到加拿大 我们有一些home state的安排 一些监护人的安排 那么以及现在呢 我们也服务于一些高中生 譬如给他们做一些义工的活动 增加一些课外的这种体验 对 那么同时呢 在一些高中生毕了业之后 那么他们需要上到大学 以及大学之后的移民服务 我们公司都是可以进行办理的 好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 那么节目的最后 能不能跟大家一起来 就是说这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是留学不光是加拿大 就是说这个孩子出国留学 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 或者是一些意见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要让孩子保持一个 比较开心的心情 来到加拿大进行学习 学习是 学习知识是一方面 那么成长也很重要 当然了 安全也很重要 对吧 因为父母毕竟 十几个小时的 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嘛 毕竟比较也有时差的问题 所以说对于家长的意见 对于小留学生来到加拿大 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愉快地生活在加拿大 快速地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 完成他们应该学习的知识 那么这就是我所能给的意见和建议 好 那么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Wendy 跟大家呢 一起分享了一下 关于这个加拿大留学方面的一些事 希望能够对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 您有所帮助 好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这个嘉宾访谈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